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亮星語言中最荒誕的 叫雞群合傳 在很久很久 兩個幾月前 有五個男人他們決定一起過鬼國叫雞 但他們心想 就這樣叫雞不夠挑戰性 一定要定立一些刁鑽的規矩才行 規矩一 他們五個分別要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出發 規矩二 他們不可以用正常途徑 一定要想自己的方式到達目的地 規矩三 叫完雞不准走的要賴死在雞鬥裡 規矩四 賴死在雞鬥不得止 還要打回去給老婆報平安 嘩 叫雞都打電話給老婆報平安 男士聽到這裡心想 五個一起這樣叫 何其壯觀啊 荒誕呢 未算 最荒誕的是 有人將這個故事 在議會裡面眾目攜攜地說出來 為什麼他會知道呢 他的朋友是什麼人呢 金屬家暴當然是耿兄弟 好 故事就講完了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教訓就是 無論老嫖客說的有多花生都好 我們千萬不要給他分散注意力 今天是會繼續審議網絡23條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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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